對於你們來說 長天是什麼呢? 長天仔又是什麼呢? 還記得方溫的時候 長天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當時人生路不熟 對長天仔這個身份 更加是一致換解 阿Sir跟我們說 師兄經常到處闖 到處試 他鼓勵大家去參加不同的活動 探索多些不同的領域 身說在這些環境當中 最深刻的 往往不是比賽的輸入 而是長天仔的那種精神 這些畫面 我都可以感受到同學那種熱血 大家聚首一堂 一起喊口號 唱口歌 每一句都感人肺虎 在這一刻 我覺得自己正式成為了一個長天仔 深深感受到長天仔一直傳承的那種精神 去到方3的時候 秦天 變得死氣沉沉 上學上課的日子 在撒那間 完全消失 下一課再講 下一課 我主要都會 很快地講了 做那些聚首的研究 然後我們嘗試去填一下這張桌子 我們明天五都會做這件事 那日六第一堂 日六的第一堂 就是悲慌 慢慢大家都開始忘記同學 甚至是長天的模樣 原本熱血沸騰的長天仔 開始習慣了沒有了長天的生活 就算有得上學 校園的生活 亦都黯然失色 長天仔心中那份精神 在疫情下 慢慢消散 在眾多不明朗因素之中 很多有常會做的事 變得不再理所當然 面對這個困境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放棄 Fotum 的目標 就會成為長天仔心目中的燈塔 帶領同學 在黑暗當中 邁步向前 若果現在有一個機會 可以再次團結每一位長天仔 令我們重新體會一下 長天仔這個身份 你 有願不願意踏出這一步 和Fotum 一齊 將這份希望傳承下去呢? 即使可以 來自照片 二齡 一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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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